每月数量都呈上升趋势 早在2011年7月 公园的一起猴子伤人事件 就曾在当地引起不小的热议 一位母亲在公园里 给男鹰换尿不湿的时候 一只猴子突然窜出来 一把抓下了男鹰的一颗稿丸 所以就造成了攻击性越来越强 游客给猴子们投喂大量食物 不仅对游客安全造成威胁 也给这片美丽的森林 带来前所未有的 孩子的手背上被猴子抓出两道痕迹 原本兴致勃勃的小姑娘 显然被吓坏了 周围的游客